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海外的话已经记载了大量的在私有运营 购物运营上的能力 所以说他们的流程 管控以及运营的话有很高的要求 我我团队通过整体的规划将账号结构 管理 全线分配 网络规划和安全等系统化的落地成一个框架 我们就称之为LendingZone 对于这个团队来说LendingZone是企业上员的基本保证 只有把这个LendingZone都建设好了 我们才可以放心地把企业的各种运营的部署答案上 企业客户其实甚至比阿里更大 而且更要有历史底蕴 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企业库上云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对自己企业的发展 自己企业的规划 然后自己企业的未来的业务发展 其实想得非常清楚 那这个时候云一方面提供弹性能力 另一方面也需要带来一个需求 就是说我在云上要能够确保 跟我在云下能够提供一整套完备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治理的能力 作为前线架构师的话是带着一种很兴奋 因为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 然后的话同时还有一点的害怕 因为毕竟的话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做过 是否能成功我们 说实话我们也拨着石头过河 随着LendingZone完成 把它的销售以及售后系统 然后的话顺利地破在LendingZone上面 也拉动了一系列的话 客户的中小型应用的上到阿里云 那企业IT治理样板间 其实定义了一套标准的IT管理和治理的解决方案 那它包含云上初始环境的搭建 以及后期的运维管理和风险治理 那通过自动化的技术 快速搭建这个框架 实现高效运维和持续的IT合规 基于阿里云开放平台所提供的这个产品工具与服务 我们制定了这个云资源配置的这个合规机械 安全防护 审计配置以及这个相应负载的这个监控与告警 以及这个成本费用的这个管控 形成了符合沃尔沃上员管理和治理所需要的管理体系和用微体系 实现说我们这个企业上员从应用级到这个企业级的整个的规划和落地 然后让更多的土地土地的应用能够那个上员 我们公司业务部门 我们的这个经销商 我们的客户 对吧 他能够从任何地点 任何时间 任何设备上 能够利用这个云资源进去这个有效的交互 i0这个发布了企业上员的这个联明中的这个方案 首先呢 它为企业上员的治理和管理提供了这个指导性的这个框架 此次呢 它缩短了企业上员的这个时间 加快了企业转型的这个互法 所以是非常有保护的 企业IT治理 首先它不是一个新概念 是一个公司有公司的治理 在做公司内部的治理的时候 它就会分为是人的治理 还是其他的治理 那IT资产的治理呢 是它其中整个公司治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企业上员是要在一个安全可控的环境下 充分释放出云居上的效率